民進黨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你給人家的人 都不做顧客 你也不希望你要找人 來當這麼重要一個匪農的 這樣一個總經理 這樣一個人 你有沒有想過 他有沒有辦法挑了起這個單子 他前面只搭一個 一個小鎮的 一個真公所的一個秘書 那你現在在挑這麼大的單子 這個匪部最大的 農產公司的總經理 他有沒有這個能耐 他說因為我生產在農村 對不對 我對農業很關心 那這個位置應該是我來幹 對不對 而且我小生知道這個 在道題裡面說拔黃豆 然後挑香蕉 這個時候我們的小時候 都是我們的工作 你懂農業 所以我絕對懂 他如果香蕉我可以講一大多 結果你找了這樣一個大小姐 去當這樣一個總經理 然後表現得這麼差 安妮這個行政院長 竟然替他背書 賴清德竟然說 竟然賴清德說他不用下台 對啊 就是說你這個行政院長 第一個 行政院長 你把自己給作效 這個事情農委會就可以存疑 那你這個行政院長 要管軍國大事嘛 國家的大事嘛 人家就管一個 而且替這樣一個不秤職 你還被他背書 我告訴你啦 這個賴清德 你救不了他 然後呢 你會把你自己給偷垮 他的民調 絕對因為這件事情 會掉下去 最重要的是年輕人 年輕人會非常的失望 我們搞得要死 這個人竟然一上來 就年輕哪 250萬 可能還沒有包括狐利 這個薪水 比上將的薪水 還要高很多很多 晚上一點 跟我來打學